工人看到镜头不发异语明显不想多谈 新竹县工研院的新建宿舍 21日进行粉刷工程 一名60岁陈姓工人疑似因气温太低 导致心肌梗塞猝死 陈姓男工人上厕所到一半时 疑似心肌梗塞突然倒地不起 被同事发现紧急报警 但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陈姓男工人的儿子表示 爸爸有心血管疾病 长期都有在服药控制 就在前两天 爸爸有小中风的情况 但他不以为意还是出门加班 没想到镜突然猝死 令家属难以接受 而除了天气冷 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发作 天冷上厕所是否也会造成失温 警方初步研判 因天冷导致心肌梗塞猝死 详细死亡原因 还需要检察官会同法医 进行商宴才能确定 记者洪梦千里 盈慧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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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nter范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开始